顧小培,解架療方,分析食物成分,療效原因,等你食得放心又健康 自肩關節粥鹽,生薑一兩,芋頭兩兩,去皮剁爛,再用布袋裝好貼在環處 一日兩次,四個療程就可以醫好了,七日是一個療程 鹽有兩種,一種是細胞受傷而引出來的鹽,那種叫無菌發炎 細胞受傷會令免疫系統突然很緊張,因為細胞裏面的東西平時在細胞膜包到它實在 一受傷,裡面的東西流了出來,那免疫系統從來身體上一看,為什麼從來沒見過呢,他以為有敵人來了 那它怎麼可以引起發炎呢,就是中間有一個關鍵的一個蛋白質,叫做NFKB 因為NFKB,平時就是在細胞質那裡的,細胞就像一隻雞蛋,中間的蛋黃叫細胞核,蛋白叫細胞質 這個NFKB,平時就是在細胞質裡面的,有一個蛋白質叫IKB,就是綁住它,令到它不能夠動 但是,一有這個發炎,那樣游離機就會令到NFKB自由了 這個自由就會走入細胞核,那時候就會啟動一大堆免疫的,我們稱為白界素 對敵人要宣戰,如果我們能夠控制到NFKB 它基本上就是避免了這個發炎的反應 薑裡面有種成分叫做薑醇,Ginger Role 有很多植物都有這個能力,可以抑制NFKB 比如說,在黃薑粉裡面有種成分叫薑黃素,叫Curcumin,也可以抑制NFKB 在辣椒裡面的辣椒素Capsicin,也可以抑制NFKB 比如說,在丁香,丁香裡面有一種成分叫丁香醇,或者是茴香 茴香裡面有一種物質叫Anithor,比如說有一種香料叫Rosemary Rosemary裡面有一種物質叫Arcelic Exit,也可以透過抑制NFKB,而可以消炎 所以這個肩周炎就是因為那個關節裡面的軟骨組織就是磨損了 身體的面系統就看到受傷的地方,於是就發炎 所以有些人就把辣椒打爛它,或者是薑打爛它,就達到發炎的地方 就用這個民間的方法來消炎 MING PAO CANADA G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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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